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件呢 就叫让人认同的艺术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副标题 就是要如何做提问大师 那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它是来源于咱们的一本书 叫问题就是答案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分享 就是根据这本书来去分享的 那就是我们学习一遍 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掌握 我们就是要多看多看几遍 不断的看 然后不断的去运用它 才能就是真正的获得 就是被人认同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能够被人喜欢 被人爱戴这样一个 和别人一起交往这样一个事情 那人际交往就是和你的能力 和你的学历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小视频 就是有一个就是在艺术学校 学习的一个小女生 她因为在异校学习的人 一般家庭条件都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她自己呢 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 那父母也是 咪哩咪哩的能够让她上上这个学 但是呢在学校不是还要花钱吗 然后同学都去买零食啊 去外面买东西 她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去 因为口袋没钱 从而呢让她产生了这种自卑 然后不愿意跟同学去交流 然后就然后就变成这个 就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 没有朋友了 然后她就把这种孤独呢 就放在这就是放在这个练习舞蹈上面 就是拼命的去练习 所以她的身材呀 她的武艺呀 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一个艺术团就到他们的学校来去招人 然后就她就被选中了 总共被选中了十位同学 但是呢就她一个人跟其他人是关系不好 然后呢她就很自信 她说我要通过这次我的 我的这个高超的技术来去超过他们 一定是他们所有人被淘汰 就留我一个人 然后呢就去了 她就会很自信的就去了 然后到那里面 就是他们在演节目的过程中 有一个节目 她就是嘴巴张得有一点大 牙齿露得多了一点 然后老师就跟同学说 你跟这个这个同学说一声 让他就是牙齿不要露出来 笑的时候是微笑的这种 让他改一下 但是同学跟他关系不好 怎么可能会告诉他呢 就没人告诉他 然后他也就不知道 这件事情也不会去改了 然后后来就是老师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还不改 然后最后就把他一个人给淘汰了 这其实你想 他是一个 他的技术方面的吗 也不是他非常的优秀 就是因为人际关系 这一块 他被淘汰了 就又返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难过 后来他妈妈就帮助他 就是又把这个人际关系搞起来 因为他妈妈告诉他 你要去帮助同学 去跟同学主动去相处 等等的一些 后来他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着 只要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都是要脱离不了 要和人相处的 要和人打交道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性格 那也有每个人的优缺点 可能也都不一样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 就是用我们的弱项 和别人的强项去做对比 然后从而去羡慕别人 觉得别人很厉害 自己很差 千万不要这样子 只要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学习 不断的去训练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 让人认同这样的一个人 那成为一个 真的就是成为一个沟通的高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让我们成为 就是能够让人认同这样的人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成功 成功 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成功是实现自己有意义的既定目标 就是耶格先生有说过 就是说一个不断去实现 有价值的目标的一个过程 就是成功 那其实大家认为成功的概念是什么 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核心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觉得 哎呀我在安利里面 我做到钻石 我就觉得我是成功的 就认为我是成功了 那有的人就不一定是这样 有的人可能就觉得 我就只是想成为一个 更加合格的一个母亲 或者是更加幸福的家庭 这就是我们我的成功的定义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定义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成功它的两大特性 就是多样性相对性 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了 理解了这一点 那我们就是才可能会产生这种 叫什么同理心去理解别人 那我们在就是就可以 更能够去换位思考 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 在沟通的过程中 就不容易就是产生这种误解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安利这么好 系统这么好 为什么你就不参与呢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他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不是你认为好 他就会认为好 这是成功的概念 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成功 如何看待成功呢 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过程中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说 哎呀好难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 难对吧 如果你认为他难 他一定是会很难的 就是说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就是 是你自己对成功的一种态度 也就是你的态度和你的看法 就决定了你在成功路上的这种感觉 这种难的这种感觉 这里有举个例子 就是打麻将斗地主 就说明是就是只有轻松的去学 才能够真正迅速的走上成功 就像打麻将 大家都有学过吧 都知道吧 就是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奶奶学那个纸牌 长长的细细的那个纸牌 那个跟麻将是一样的 就是就是打法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就跟着我奶奶学会了 就觉得很开心每天跟他玩 就像这次我们过年时候跟90后的朋友聚会 然后他们就在玩 就是文言就跟我说 我说你在你们在玩什么呀 花花绿绿的 那我以为是打扑克牌 他说不是 他说Uno 他说比亚姐你想玩吗 我说Uno是什么玩 你扑弄什么呀 这个Uno是啥呀 我搞不懂 然后他们就笑我 就觉得就从来没听说过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看他们 因为他们一会儿一会儿是笑啦 一会儿是唱歌啦 一会儿又是跳舞啦 我就搞不懂到底是怎么这么开心 然后我过去就看 我就看他们这玩 后面终于好像看明白了一点 然后我就参与进去跟他们一起玩 然后玩了一会儿才知道真正他里面的是怎么回事 特别开心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学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很痛苦的咬牙切齿啊 没有是吧 是开心的不行 我都打上瘾了 真的很开心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一个心态 去做我们这个生意就不一样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 只要就是你只需要把成功视为一个游戏 然后轻松的去做 做的越多你就越会成功 所以我们所做的游戏就是做一个信使 在送信的过程中 希望所有接到信的人都能够认同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去看待我们的这个生意 第二个就是成功的五大定律 成功的五大定律是什么 就是要见更多的人 就是要见更多的人 刚才就是还有一个例子 我忘记讲了 就是麦克斯威尔我们的CD的这个领导大师 就是也是人际关系大师 就是麦克斯威尔他呢 在那个叫什么 他是在演讲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他演讲完之后 然后有一个记者就问 就问他说 就问他的太太 因为他的太太在旁边在看嘛 就问他太太说 哎呀那你这个就是你老公啊 就是麦克斯威尔先生就是 这么样的能够为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是不是你跟就是麦克斯威尔先生在一起 是会非常的快乐 然后然后就是这个麦克斯威尔也听到了 他就想肯定了 我是一个就是模范丈夫 也是肯定会给他很多快乐的 然后这时候那个他的爱人就回答了一句说 麦克斯威尔他并没有让我快乐 然后当时麦克斯威尔听完之后 他就觉得哎 他心就凉了半截 说哎我怎么可能不会给 给我太太那个快乐呢 怎么回事 他还在纳闷 然后他爱人就说了一句 说并不是他让我快乐 真正的快乐是取自于你的内心 所以我快不快乐是 是我自己让不让我快乐 而不是说别人让我快乐吗 所以他就这个就是说你的主要关注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成功路上就是要就是你把关注点放在哪里 你认为他难 他你就会很难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享受人生的一个过程 那么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好玩 对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成功的五大定律 黄金定律 这个就是这本书叫问题就是答案的这本书的作者叫阿兰皮斯 那他呢就是在20岁的时候就进入这个保险业界 他21岁21岁的时候 他就用了一年的时间 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在保险业就进入到这个叫什么百万美元的圆桌俱乐部 那这个这个俱乐部百万美元这个俱乐部呢是在保险界的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的一个结果 一个位置 而他在用了一年时间就就做到了 所以说后来他在保险业界离开了这个保险业界之后呢 他就进入了这个网络营销业界 网络营销就像就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进入咱们这个生意就是耶格系统这个生意 他就觉得哇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么有美妙的生意 你们看他的书就知道了他对这个生意的感叹 然后他就把在保险业界总结的这个就是概率 这种做法他就把他这种规律就用在了这个生意当中 那他就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 那在这个系统里他就总结了这样的一堂课 就是让人认同的艺术就是他总结出来的 那在这里就是我们就是专门在这本书里面 他主要就是专门讲这五大定律 第一个定律他就是见更多的人 见更多的人那去见去见谁呢 就是去见所有能给你45分钟到一个半小时时间的人 就是能够就是尤其是能够给你就是给你讲解计划的这样的人 就是这里可以从这里面找这样的三种人 一个就是见不拒绝安利的文化理念还有安利的产品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不拒就是愿意学习和改变的人 还有一种就是追求梦想想要美好生活的人 我们跟这些人就是去见这些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去事先做判官 不去事先判断 这个是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脸上都不会去贴着标签说我是钻石你来找我吧 对吧这些肯定不会告诉你 那么就是我们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碰到就差一点做了判官 因为我碰到一个朋友他是就是吃地宝嘛 因为我对这个有一点偏见 因为以前碰到过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做假 然后为了拿地宝 所以就对这些人就是有一点偏见 当然有的人人家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生活才拿地宝 然后我就就没有多想 因为他也讲他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追求 没有什么就是想法 然后我就就没有跟他去传递这个案例这个生意 然后后来呢他就主动约我了 约我了嘛就就见面嘛 因为离的也不远 然后就一起见面坐持的聊天啊什么的 然后才知道他以前也做过案例 只是说可能当时进的环境不好 或者是他根本就还没有知道 还不知道安丽的文化理念怎么样 所以就是没有继续下去 没学几天就走了 其实他什么都还不懂 可能就用了一些产品 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耶歌系统就传递给他了 然后他就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们就约好了下次跟他讲计划 就想哦天哪我又在做判官 太可怕了对吧 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做判官 就是多沟通多了解 然后把这个信息去传递给每一个人 让对方去做决定 好第三个就是生意初期你是在实践 而不是在考虑推荐 因为在初期的时候一定是实践出真挚 对吧 那我们刚刚进入这个生意的时候 你跟人打交道都是害怕的 不敢跟人见面啊 不敢跟人说话啊 然后也不敢看人等等的这种 这种时候如果你只想推荐人进来的话 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啊 就是因为任何行业你都是要有一个学徒的一个过程 一个阶段 要把自己就是通过 就是不断的去跟人接触 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讲计划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去碰到就是被拒绝 然后多了啊 时间多了你就会成为你才会成长 你才会成为一个专家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感谢 就是那些拒绝你的人 打击你的人 还有就是笑话你的人哈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哈 他们他们其实都是给你练的 那就是如果说你讲一个人他就买产品了 你讲你再讲一个人他就加入了 再讲一个人他就进来了 那你觉得你会成长吗 也不会成长对吧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 感谢那些不断的给我们练习的人 这样的话慢慢的你的内心就会变得强大 才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你就像那些世界冠军啊 那些演员 他们是不是都有陪练的人啊 你像冠军他有没有教练陪练啊 还有专门陪练的人 那这些人是不是都要给人家付钱啊 谁就会白白的去给你陪练啊 像演员也是一样的 你在演就是演电影演电视的过程中 是不是要有这个叫什么群众演员 因为那几年就是有在就是在中国待的那段时间啊 我有去北京的一个就是就是那个拍电影现场 然后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群众演员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哦这些群众演员也是赚钱的一个行业 然后就像是打工吧 就是说他们在那待一天啊 做他们的那个街上的那些个就是群众演员的时候会赚钱啊 是一天多少钱啊 就是根据情况啊 发的钱都不一样 你像我们在这个生意中啊 那么多人啊给我们陪练 不但没给他们钱 反而我们还赚钱 为什么赚钱呢 啊就是待会会分享到这一块啊 就是啊陪我们练的人还我们还能赚到钱啊 啊就是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那概率呢 他在呃第四个就是概率他在照顾着所有的人啊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推荐能够推荐进来的人一定是很有运气啊 就是运气好啊 你想瞎猫都会碰到个死老鼠对不对 所以就是刚开始呃进来人真的是运气 我们还是要靠概率要不断的去练习 让自己呃讲的会更好 就是有一个CD就是呃有一个改变生命的生意啊 这个CD就是李克赛特他讲到 他说啊有一天早晨呃五六点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突然下出一身汗来 为什么有的人就说 哎你是不是呃那个叫什么呃 那个支票丢了还是怎么样 他说不是 他说他就想到哈他的介绍人呃 呃在介绍他呃之前有有讲过12个计划 然后12个人都拒绝他了 他是第13个呃他就在想 如果呃如果他讲完12个人 他就不再继续讲的话 那不就我就没有接触这个生意的机会了吗 因为他这后面再也没有接触过 有人在给他讲过这个案例这个生意 他就很恐怖 就想如果我没有接触这个生意的话 啊我是现在可能还是我过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可能还在办公室上班或者怎么样 怎么可能会过上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就像我们上次听课呃那就是玛雅丽老师讲 那个王罗元老师 他呃就是就在想如果说没有接触这个案例生意的话 呃可能呃可能现在还在烧锅炉呃 在给锅炉里头放炭那现代化可能就是这个烧锅炉 都不需要这样的人了哦 那干什么呢都不敢想象对吧 那现在的王罗元老师过什么样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对吧 所以我也想起我自己 哎呀那个我的介绍人当时介绍我的时候 呃他是在电车上跟我女儿交流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眼睛朝天的不看人的 因为我我不要跟不要跟人认识 不要跟人接触的那种 因为也听了很多什么骗人啊 这个事那个事 所以我不要跟人就是接触 然后他就很聪明跟我女儿交谈 后来跟我要电话号码 我也不好意思不给就给了 哎呦所以说当时因为我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嘛 所以我很感恩呃就是我的介绍人哈 那后面在呃这个生意中的时候 又又接触到亚美姐 就是亚美姐用一直在不断的用呃对我的 对我的各种的鼓励吧哈 因为没有自信嘛呃也是个和平行人 更是没有自信 然后一直得到他的鼓励 我才能够留下来 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坚持到现在 那么也是呃也是很感恩 就是如果我没有碰到就是我原来的一个社长 呃就是进入公司以后呃每个月要呃就是呃 比如我们每个月要读三本书呃那个时候把我的读书兴趣给挖出来了 那个时候很恨他恨死了 到后来就很感恩 所以因为有有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让我现在就是真的是对系统的书真的是呃饥渴都不行了 所以当大家都经过训练以后每个人都是可以的哈 我是那样的训练出来的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呃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亚美姐能把系统带入这个生意中来哈 非常感恩那所以就是说当你不想动的时候哈当你不想动的时候一定要逼自己一把哈 因为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传递呃传递给他呃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哈 同时也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命运 所以呃照顾呃概率是在照顾所有的人哈 那我们要解决概率低的办法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工作量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还是见更多的人呃想做一个好演员 必须到舞台上进行演出呃才能够呃锻炼出来 想要生意成功就只能去跟更多的人去讲呃那大家喜欢看电影吧 也都知道呃那个呃就是也喜欢追剧啊我原来很喜欢追剧现在不要追了 哈哈然后就是看到那些演员演那个演技啊都是那么的高超啊呃就觉得好好了不起啊 但是我们在呃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结束以后都会有那个呃很多的片段 就是呃他们拍摄的那个花絮哈就会呃就是演出来就是会有无数个失败的镜头 那他们都是裁剪以后然后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才是一个家座哈 所以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他都是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很多的练习才能够呃成为一个很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生意也是我们要去讲更多的啊去讲更多的计划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专家对吧 那这个生意就是一个开口的生意哈呃就是我们只有开口了才能找到闪闪发光的电视啊就是钻石对吧 好我们看呃黄金法则的第三个是什么还是见更多的人对吧还是见更多那我们就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第一第二第三定律全都是见更多的人可想而知 更多的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对吧那第一个就是太多的人感觉累是因为总想说服别人对吧呃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就是脑袋门上就写个安利两个字见人就是安利见人就是安利 然后我们总想把别人搞定对吧把因为把它搞定我们可以多一条腿可以多一个市场对不对 但是呢当你没有把它搞定的时候你就会很受伤对不对 然后也很烦躁所以就是当你没有把别人搞定的时候别人把你搞定了对吧 所以这个生意它不是去说服别人啊它是呃要你给别人信息给到别人信息去吸引别人的那就是昨天晚上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呃也是很怎么说呢很那个嗯就是性格是特别急的那种呃孩子便秘啊或者有什么情况他就找我说你看孩子该吃个什么呀 然后他很相信我然后我说我就跟他推荐推荐了之后他就用用用一两天他说不管用就不用了我说我说这个东西是营养素 它是慢慢调整的不是你喝一下它是药啊马上就能让你怎么样他但他是急性质他不管啊他就觉得没用最后最近就是他孩子喜欢吃咱们就上个月刚出的那个呃 smooth那个那个味道他孩子是特别喜欢他说哎呀他就开心的不行了他说这个东西真好 因为什么他孩子喜欢吃他就觉得很好然后他立马就要把这个分享给周边的人因为他觉得这个好他就要去说服别人也去买 然后一个同一个朋友因为我也认识我知道他呃从来不愿意去保养的这个呃也是很固执的嘛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你要用啊这个真的很好你要给你孩子用啊怎么样怎么样呃人家就没理他 然后我就笑后来他又找他的同学他同学他跟他同学说他同学就说哎呀你被安丽洗脑了 然后那个同学又把他洗了一通因为他没学习他不知道这个好在哪里他只是他孩子喜欢听喜欢吃所以他就呃就是分享给别人 我说呃我说你你这样讲的话他肯定会因为他也不知道呃好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好在哪里 当然你说不过他了他会觉得你被洗脑了然后人家也把你给洗一通最后把他给气坏了 所以他就觉得哇这个怎么这么难啊我说你没有学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当然不会了对吧 我们要给给到别人需要的不是去说服别人啊就昨天出来这么个事啊 啊所以这个声音呢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成功与否不取决于你讲了多少人取决于你还没讲的人啊 就是咱们有一盘CD就是挖掘直戏的那个CD大家都听过哈里面就是淘金子啊就像淘金子是一样的哈淘金 那么在淘金他们是有那个专业的那个筛子啊就是不叫筛叫筛子哈叫叫筛子哈过滤用这个用这个专业的这个筛子来过滤那过滤的话呢肯定就是把那些不具备啊不具备就是里面他嗯含金量比较少的那些都会晒晒掉的哈然后呢再去过滤一遍啊然后最后把含金量高的啊这个筛出来哈就是过滤出来啊 那有些人呢他会把这个含金量不高的这个呃这些这些东西呃这些沙子在那筛呃就是含金量不高的东西呢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去筛那你觉得他能筛出能够过滤出金子来吗肯定是过滤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就是呃我们就像我们这个生意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呃见线的时候然后我们呃就是通过这个邀约呃我们就可以呃接触的时候就可以那个叫什么呃就是 筛一道哈就过滤一道然后呢我们再去讲计划再过滤一道然后我们再去做呃再去做跟进的时候再去过滤哈呃那我们把这些爱学习的人呃就是心态比较开放的人素质比较高的人过滤出来呃找出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哈因为这些人他们因为本身素质很高他们也不会去打击别人呃我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当我们去碰到那些翻白眼的啦或者是就是躲躲闪闪的那种 就是苦大抽身的那种人他就是呃就是呃就是他这种人是内心本身是缺乏一种爱的他也不会去呃他比较容易去拒绝别人也不容易去接受别人也不容易去支持别人也不容易去鼓励别人所以说呃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任何地方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去看跟他一聊我们基本上就知道呃看到他的状态就知道他的生活幸福不幸福他的生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好不好 我们基本上就是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伤心不要去难过啊继续啊继续去找因为呃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是不愿意去改变他的他的这种他的内心是不愿意改变所以你硬要去呃找他也是没有用的哈所以就是会自己伤掉自己啊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不能试图去说服一个没有企图心的人去做冠军那这个生意是一个进行筛选的一个生意哈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关在这个生意中要不断的去训练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生活中的冠军啊呃就是不断的去讲啊不断的去讲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成熟去成长哈就像呃有的人呃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都是想让领导人帮助我们去讲这个计划 是一定要自己去练习因为你自己不去练的话你永远都不会讲呃就讲上帮你讲几次就要自己去讲就像呃就别看我们这些老师哈王罗岩老师啊什么呃就是这些耶格系统的老师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特别的厉害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也都是从这样的什么都不会开始的就像王罗岩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CD都听到是吧呃就是呃就是找那个李小明老师 帮帮帮他讲计划然后呃李小明老师正好在外地就说哎呀你找那个什么李李刚是是叫哪个老师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那个你让那个老师去帮你呃讲然后他就找到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来一句我也不会讲然后他就自己去讲然后他就没办法只能自己去讲啊然后硬着头皮去讲那自己去讲了以后呢这次就是他的第一个突破他就突破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那现在的王罗岩老师越收入 一百二十一百多万人民币我们敢想吗一年收入是多少呀哎呦真的是呃太吓人了对吧呃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去讲让我们成为一个沟通大师呃所以这是当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就是经经历了呃呃呃就是叫什么铁锤百炼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呃就是这个五大核心定律的第四步哈就是利用你的呃利用你的呃 平均律啊利用你的平均律那什么是什么是概率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相同环境下用相同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取得的结果是唯一的呃就是概率就是做多了成功率就会呃就都差不多哈如果说你做的少了那成那概率肯定就是出不来的嗯所以就是要一定要就是呃就是要多做哈然后第二个就是阿兰皮斯 他卖饼干的故事就十比七比四比二这是一个技能呃呃是后天可以锻炼出来的听到没可以锻炼出来的那阿兰卖保险时的故事是十比五比四比三比一那就是说啊呃呃就是说在呃美国呃在美国还有这个英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就是都有这种叫什么童子军呃就是在小的时候让这些小小学生他们去呃 给他们任务去卖东西呃去推销东西去做销售呃当时他们是卖饼干哈那阿兰他当时阿兰皮斯呢他当时就是在童子军的时候就呃就每天去卖饼干啊然后他卖饼干呢就是很多小孩子去敲门是不是说人人都会开门的对吧很多人是不开门的然后就很多人都会被拒绝就很很苦恼哈但是呃阿兰皮斯呢他就呃成为了销售冠军呃别人回来 都累得要死呃就是满脸愁容的哈但是他每天回来都是乐呵呵的很开心然后别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个人有问题吧然后他每天呃就说怎么整天都跟吃了蜜汤一样乐呵呵的哈到底有什么秘诀哈这时候呢阿兰呃就是阿兰皮斯他就总结出来这样的概率呃就是这个概率是什么就十比七比四比二呃呃就说他每敲呃呃每敲十次门大约就是有七次 四次会开门然后只有四个人会听他讲呃就是饼干哈哈怎么好然后然后他去销售的时候呢可能当这四个人讲完以后可能只有两个人去买他的饼干那他买了饼干以后他就赚到了钱那他赚到多少钱呢呃是四十美分哈赚到四十美分那么赚到四十美分呢他就算了一下这个账他就想我敲十个门得四十美分那么我敲 呃我我我每敲一个门就是多少钱四美分对吧那我呃就是呃因为当时可能马上敲一下门得不到钱但是最后会总全部总的会到他的手上对吧所以说只要有一个人听他讲完他就可以得二十美分得十美分然后当有一个人呃听他讲完呃听听他讲完买了然后他就可以得二十美分所以他就非常的兴奋啊每天都就是 呃就是只要敲美我就有四四美分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呃其他的人是觉得没有人开门他难受呃他就用这样的概率哈所以他就把专注呃如何去在最短的时间敲十个门呃反正不管人家开不开门反正我都会呃他总结出来这样的概率哈就是可以呃就是可以得到这样这样的钱哈 所以他后来做了保险以后呢他做了保险以后也是用这样的概率然后是十比五比四比三比一他就在他自己的电脑旁边就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呃就是写是多少他是一个是呃就是打一个电话是十呃十美元可能他呃就是呃就是十个之后他能够得到这个一百美元吧 我是猜的哈大概吧然后他就呃就是打一个电话是十美元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去呃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他是特别兴奋因为打一个就十美元打一个就十美元呃你说他开心吗因为他打一个十个电话里面有五个人呃愿意跟他见面四个人呃聊天然后三个人呃就是听他讲完只有一个人呃买单 那他一个人买单他就可以拿一百块所以说我们的概率是十比六比三比一刚才我不是说了我们去见更多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赚钱别人陪练我们我们赚钱不是给别人钱就是这个概率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也是有概率的那你要关心的是你的分母而不是你的分子那每个人的概率他都是不一样的哈呃就是呃因为每个人的呃这个叫什么呃 就是性格呀什么的都不一样哈你做的快慢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关心我们的这个分母啊分母越多你的分子就会越高你的收入就会更高你的概率就会更高哈呃呃这是第三个那就说我们在我们的概率是呃我们可以找一个那个叫什么百战图我们不是系统里面有这个资料是百战图在百战图上面可以就是呃你每讲一个计划就把这个人名单写上呃名字写上 那以后在标上日期然后在这个百战图的这个呃就是上面呃就是有认可的人那你就在那个下面画个圈如果是呃有买产品的人呃那么你就呃就是他呃呃画个那个叫什么画个三角形如果说这个人呃就完全拒绝了那么就打个岔呃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有人加入了那么你就打个对勾那这样一个月下来你就知道你大约讲了多少呃你就可以 知道你有多少人需要跟进在把重要的要跟进的人你可以用个红色的笔呀或者用什么样去把它标记起来然后呢你可以再准再准备一个跟进的本本然后就是呃就是可以记录一些呃记录一些就是你给他了什么资料啊等等的这些当你知道这些以后你在去跟进的时候你的效率可能就会更高啊这样的话你就会真的去关注你的概率啊那那这样的话你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可以把你的呃分母做得很好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取得成功了所以说他不是你讲的呃过呃讲过的而是说你还没有讲过的人刚才不是也有提到对吧那第四个就是学会利用时间呃掌握好节奏每天睡觉前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把它列出来就说我们记下的记下这个平均率之后呢我们利用我们的效率手册呃 亚美姐不是一直跟我们强调要多看效率手册那呃把第二天的事情呃就是列个清单呃就是呃这样的话我们安排事情我们就会效率会更高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呃就是那个也是会非常的充实效果也会很好啊把这个好好的充我们系统的东西充分的利用起来那第五个第五个呃就是就是提高你的平均率提高你的平均率就是掌握好 你的节奏啊就是要想提高你的节奏啊就是要想提高你的平均率真的就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掌握好你的节奏然后有组织系统化的去运作啊呃就是就像水滴石川的力量呃你就是要坚持这个习惯啊持续的去做这个持续的去做就不要说是哎呀这个月我讲了30个下个月一个都不讲或者这个月前半月讲了15个下半月一个也不讲就是这样就是呃你效果就不会很 很好啊就是要养成一种行动的习惯所以节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并且要做一个总结就像我们去年去年一年刚刚结束我们在今年新开始之前我们要把我们去年的做一个总结就知道你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就像我自己也去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就知道哦我这里做好了那里没做好那看书这块呢完成的目标还差一些嗯就是总体来说这个还是 但是还有的地方是退步了哎呦就很很惊奇啊就那你知道你自己的就是做的好还是做的不好的地方你都知道了心里很清楚那这样的话你接下来就是如何定你的目标计划行动是不是就可以就是有就是就心里就很清楚了呃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你在做这个行动计划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去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效率手册上的那个呃架构图 啊还有那个计划表就详细的内容呃都可以可以做详细的内容的目标现在不是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一定要呃把我们的目标做的细致化做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就是根据我们的行动根据我们的计划去行动哈去完成你才能后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你的目标哈 啊所以因为咱们有这个计划表有都是专业的就是系统给到我们这些专业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那你就知道你哪个环节做的好就成功发布哪一个哪个哪一步没走好那你就在哪一步就是去解决哪一个环节的问题你就可以在哪个环节去提问就去咨询你的老师去咨询你的领导人呃去做到一个专业的去咨询专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才会提升还才会真正的 提高你的平均率你才会就当这些都呃做到了你的这个成功的五达定律那么你就会呃更好的得到人别人的认同对吧好我们接下来真正的要了解一下如何得到别人的认同呃第一个就是人们的不认同是从哪来的呃第一个就是当你试图强行向人们推销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得到的就是呃怀疑对吧就是你想获得别人的呃就是认同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呃下面说的就是呃这所有的事情要别人的嘴里说出来而不是说呃从你的嘴里说出来那从别人的从他们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反对了嗯他就不会反对了呃就是就会呃因为人呢都是有这种叫什么嗯就是逆反心理哈 都是有这种就是人性哈就是当你猜出别人的心思的时候呃人家是不开心的对吧就是因为不愿意输给别人嘛就像呃呃比如说呃这个人很胖他自己会说他自己很胖但是你去说他很胖他就会不乐意哈千万不要乱讲话对吧呃就是呃因为人都想在别人面前正视自己嗯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得到别人的尊重哈呃就是比如说你你 工作很痛苦然后呃就说别人会说哎呀那你就换个工作呀你就停下来别做了那可能就会说呃你会你会肯定就会说哎呀我我这个工作很好呀蛮好的呀你绝对不会去承认对吧当你自己说不好的时候才可以就像我一个朋友他打工打得特别多我就说哎呀姐你肯定很累吧他说不累呀不累呀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姐你真了不起然后这个姐说哎呀我也很累呀 哈哈哈所以你就是要让他自己说你不能去说他对吧所以就是要讲让获得别人的认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去说出来所以我们呃就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呃有一些呃有一些部主就是怎么样去获得呃别人的认同哈那后面有几张呢是跟后面的那一张解释比较重复的我就把它划过去因为呃什么聆听的艺术啊什么这些我们有那个专门的课程就是 就是倾听的呃呃艺术的课程里面会有详细的剖析哈我们这里就不会呃因为后面也有这些内容我们会呃做一些重点的分享哈不能一一讲一一讲的话今天时间也不够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呃呃就是要想获得别人的认同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做到什么融化尖兵因为当你跟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呃就是人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 不信任对吧你是什么目的啊你约我你是什么动机这就是人人性对不对所以说人和人交往的时候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任那如何去得到别人的信任当别得到别人的信任的时候你这个呃兵就会融化掉哈人家才愿意和你去交往才愿意和你去交流对吧那第一点就是展现你迷人的笑容就是微笑还有一个就是赞美呃 就是天下第一通行证对吧呃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赞美别人我是非常不会去赞美别人的一个人现在也学的也学了一点了哈会赞美就是说我知道别人很好但是我就是嘴巴不会说那现在呢通过这个系统的学习哈能够把想要去赞美别人的东西能够讲出来呃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哈嗯那因为人人都喜欢呃就是别人夸赞比如说人家今天呃呃穿的 就是或者是不好或者怎么样你一见面就实话实说哎呦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土或者你今天穿的这么丑人家能喜欢跟你在一起吗能愿意跟你一起聊天吗马上就就觉得哎呦这个人我不想再去见了对吧那我前前一段时间就是有有呃就跟一个伙伴去见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做别的呃就是 直销的什么的哈然后就是不是本身就不是很想去见但是呢也是一次跟伙伴一次经验吧呃一次体验吧然后就去了结果他是以这个呃我想要了解你们一个系统啊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约当我们见的多了就知道哈这是这就是他的一个诱饵 哈那也就去了去看看吧呃呃看他糊涂里头要卖什么药呃呃基本上都明白心里都知道结果聊了一会儿以后他他他就想要卖他的那个化妆品吗然后他就诋毁我他说哎你用雅你用你的那个艾利产品用了多久了那那你的皮肤怎么看着还没有我的好哈哈啊我就火冒三丈我就我就就是立马就呃非常的不开心我就说我说那我说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以前的皮肤是什么样子吗呃呃我我我现在的皮肤你知道和我以前的皮肤比较起来要好了多少呀呃我就在想我当时看我觉得我皮肤比他好多了他还会说出这种话为什么他为了卖他的产品来贬低别人你觉得别人会买他的东西吗当然我们也是一样的呃一开始我们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可能也不懂也会也会为了为了就觉得哎呀我的化妆品好要跟人家就会去诋毁人家的皮肤什么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哈 所以呢呃呃就是呃我们要去呃就是要要要要要会去赞美别人啊当然不是乱赞美的哈就是人家呃要去找别人的闪光点找人家的优势的地方去赞美呃就是赞美的时候不能够太虚伪的去赞美哈不好的地方你就不要讲就好了好的地方你去赞美就好了呃就是真诚的去赞美这个人人都会喜欢的哈所以赞美是很重要 当你真的很会赞美然后去呃真诚的去赞美别人然后会微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就是首先第一张通行证就过去这是在呃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最基础的一点就是这个还有一个点头点头赞美微笑这是很重要的哈第二个就是良好的个人形象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哈那就是 专门的这种个人形象的这种个人形象的课程呢这里只简单的呃分享一点就是要有这种亲和力啊还有就是呃这种穿衣穿衣服的时候要要注意呃就是穿着要落落大方不需要你穿名牌啊什么的还有表情还有你的发型啊就是不能捧头露面啊呃也不能弹胸露颅对吧呃就是给人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哈这是因为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这不是呃 人和人交流呃交往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三十秒呃三分钟三十分钟这样一个法则就是说三十秒是对你的第一印象也就是你的发型啊表情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呢就是三分钟就是看你说话呃就是什么腔调什么怎么个说话说话的内容就是用三分钟来定接下来他就他就就能够决定他要不要再给你三十分钟的时间给你交流所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 让人要很喜欢你很欣赏你呃因为从永远不会再给别人第二个印象因为第一个印象就决定了他要不要再第二次再给你去接触哈所以第一印象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良好的形象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要学习详细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课程形象的课程不讲哈那第三个就是有力的握手呃我们在握手的时候左呃就是不要用左手去握手哈然后你拿东西尽量就是用左手去拿东西 用右手去去跟人握手比如说如果你的右手就是呃脏了或者是受伤了那你可以跟别人解释一下说我的右手不行那这个时候用左手的话不是施力如果你就直接用左手去跟别人握手是比较施力的当然我们这本书里然后所有的内容都有我们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一看哈多看几遍然后就是还有还有一个就是呃比如说你跟一个上司呃去去那个叫什么去那个 呃呃握手的话呃握手的话是上司先先呃就是一个比较受尊重的人哈是他先伸出手还是你先伸出手啊呃一定是呃就是尊者先伸手因为有的时候你小辈要去伸手握人家不一定愿意跟你握啊有这种事情所以一定是等尊者先握手你再去伸手你再去伸手啊还有跟女士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女士先去握手呃先去伸手才可以哈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呃呃呃呃呃如果你碰到一群人的话你握手的时候一定是呃按照顺序去握手不要交叉交叉去握手是非常的不礼貌的哈还有个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呃伸手的时候呃不要就是手手心向下呃呃这个好像感觉你你要强家喻强就是要压过别人的那种感觉也不要就是手心上上就是呃这上面都有 就是用这个我们正常的这种呃呃就是握手方式就可以了哈然后就是也不要轻太轻也不要太重啊太轻就是你没有这个诚意啊就稍微使一点力气如果你使得太重的话也不行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呃是女生她手特别有劲啊每次见面要跟我握手的时候那就是玩吗很开心就是见面握手的时候那个那个劲儿特别大跟我每次跟我握的疼啊 然后我心里头那个小火脑就蹭蹭往上涨就你就会很生气你就就哇啃死了所以说这个力度一定要就是注意哈还有就是男士跟女士握手的时候呃男士要注意不要一直握着不放哈跟人感觉你要吃豆腐对吧呃然后就是握手的时候也是要要要要站起来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嗯这些我们都是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在握手的时候不要戴手套不要戴手套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呃呃 就是呃呃在呃在在握手的时候不要就是说那种叫什么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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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有没有就这个是在你同学呀还有很亲密的朋友的时候可以啊你好你好你好跟陌生人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人家会觉得这个人我怕戏对吧所以在握手这块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哈还有就是开放性的开放性的形体语言就说我们如果是双臂交叉的时候呃就是就证明这个人他是一个封闭的 呃一个对抗的心态哈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要换一个话题呃就是不要再去呃讲这个话题让他放松开开玩笑啦什么的让他的手松开我们在课上都有听过哈然后还有一种间接的一种抗拒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交流的时候会把他的呃呃就是包放在身上然后把手放在这个包上面然后这就是他的一种间接的封闭的语言呃呃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 呃跟边上拿一个凳子啊或者是拿个放衣服的框啊或者放包的框我们就呃把这个包全部放进去呃这样的话他他就会打开他的这个呃语言就打开他的话题哈就说呃呃就是呃呃这种时候我们就是要要注意一下这样就会打开他的心门哈那还有一种沟通就是呃沟通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人一直看表那就证明他也是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那这时候一定要换话题 呃不要一直讲下去呃以前都碰到过哎呦就是你都不要让他讲了你都都烦死了不想听了他还一个进去讲哎呦讲的没飞色舞你就会很烦那你想这样会有沟通效果吗别人不会再去见不会再去见你了对吧呃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呃就是因为这个是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呃呃要有这种叫什么因为肢体语言就是可以代表人的一个内心世界吗所以就是我们 呃跟别人还呃就是沟通的时候要保持一个什么同步啊比如说语音语调语气啊还有这个语速要要保持是呃是同步的哈就是就像那个镜面效应书上都有写就是镜面效应就说呃就像以前我们说那个夫妻待久了会有这种夫妻像哈前前一段时间还还看了一个就是呃一个女的她在讲课一个女士她在讲东西然后我就听了她是呃 放了一张图片图片上面就是有一个女的和一个狗就是两对就说这个人养这个狗养时间长了这个狗和她的脸是一模一样哎呦笑死了一个是圆圆堆堆的脸脸就是不开心的然后这个狗的脸也是那样子然后有有另外一对就是这个呃这个人的女的脸是拉的长长的往下拉的然后这个狗也是往下拉的一个长长的脸一模一样哦真的是好好笑然后就是夫妻在一起待久了因为互相都会 模仿彼此然后就是会越来越像大家经常会说哎呦待久了会很有夫妻像但是这个时候呢要要有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女方她很漂亮呃然后结婚的时候人家会夸哎呀这个新娘好漂亮啊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说哎呦你们好有夫妻像他就想哎呦天呐我怎么要变得这么丑啊要跟我老公一样了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彼此会就是会 呃当我们去模仿对方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要注意一点不要人家一开始跟人家聊天你马上就去模仿人家这个就很怪哈然后就是说慢慢的让他在不知不觉中你去学他比如说他拿个杯子你也去拿个杯子其实我们在呃在跟人沟通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种啊你一拿杯子他也拿杯子呃你就是就会动作就会一样哈这个时候就证明你们的这种关系已经很近了哈呃就是但是有一点不要去模仿呃 什么呢就是说呃不要模仿人家的缺点比如说人家是结巴说话人这这这这这这这你你跟人家说话你你你你你你也这这这这这样就人家就很一下把你踢到蓝墙边哈就是说我们在模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乱模仿哈一定要模仿人家的优点哈所以说就是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开放性的就是这个肢体语言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然后呃 第五个就是良好的沟通技巧关键在利用好沉默控制哈就说我们在呃就是生活中经常聊天聊聊着聊着会有有没有这种卡壳的现象啊就说不下去了就挤不出来就跟挤牙膏一样往出挤哈哦啊还没到然后就是往出挤就说你这种这种沟通会不会很痛苦啊嗯然后就是就说这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语言桥梁没有搭建好呃如何搭建好这个语言桥梁 就是要使用一些呃过度语就是说呃比如说对人家的所聊的这个工作呀什么的就是不太懂不太了解那你就是可以呃在问的过程在就是他讲的过程中你可以就说呃你指的是呃还有吗然后就是能不能再呃详细的说呃或者怎么样就说尽量就是一个是呃就是尾音要拖一下或者是要用这个疑问句不要用陈数句陈数句感觉好像呃 你做什么工作的你在哪里呃住在哪里什么的就跟审判就是就跟那个叫什么警察审问一样就是跟查户口一样这种感觉人家就会很不开心哈所以一定这个呃就是呃这方面就是要注意一下用一些呃过度语这样的话他就会打开画匣子哈呃这样我们就会把这个语言的桥梁就搭建好了呃就是呃对尤其是那些像这个性格不一样哈就像有力量性活活性的人 比较呃哇讲话很快比较爱讲话但是这个活活性力量性和和这个完美性和平型的人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呃就是慢半盘哈因为这个和平型的人比较慢他他呃就是要反应半天才能够反映出来就像我就是反应慢三盘的人啊现在学习学习以后sorry快一点啊就是比较慢的那种所以就是你呃就是跟性格不一样的人你一定要是根据对方的性格来去 呃看你的语速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哈要根据跟对方的语速是要是呃一致的会比较好沟通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所以就是呃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些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寻求需求寻找需求就是了解比推荐更重要你要想让一个人真正需要这个生意机会你就必须知道什么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哈这个是很就是要找到对方的 真正需要的地方呃帮助对方去解决问题和给到他们方案这才是最重要我们很很有名的这个九大需求我们通过这个九大需求来去呃问然后用这样还有这样的一个五个黄金提问呃当需求知道了以后就用这个五个黄金提问让对方去讲出他的需求还有这个黄金问题啊刚才我们有稍微分享了一下哈 然后还有三分钟的介组呃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念了哈然后第三个就是讲计划啊就是我们在找需求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form法则F就是家庭然后O就是那个工作呃R就是呃休闲还有兴趣M就是钱关于金钱哈呃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这里有一个法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赞美他高估他然后呃怀疑他然后再给他一个机会 这个是王努呃老师在他的成功八部里面讲的非常的好嗯大家可以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多听一下成功八部里面详细的有讲哈那在讲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是给别人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哈然后呃就是在邀约下次见面这样的呃就是讲计划就这样的目的然后我们最后是跟进在没有没有不对这个生意感兴趣的人只有让人不感兴趣的表达方式哈 你的角色就是一个园丁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园丁的心态我们有种菜啊种花啊我们不可能只种一个种子两个种子吧那种子里面也有好有坏也有被虫子咬也有不被虫子咬的那我们就是要多撒种子从里面找好的吧坏的去除掉那我们做这个生意也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讲计划找到就是这个生命力更强的人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意就是开口就是呃生意就开门了我们呃闭口生意就呃关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呃这个生意主要就是一个问的一个生意哈就是那个二十五二十五十的那个百分之五十是提问百分之二十五是呃回答百分之二十五啊不是百分之五十是听啊说错了呃百分之五十是听百分之二十五是提问百分之二十五是回答你去找到真正啊就是对方的一些呃内心的需求哈我们是要给到别人适合的途径和解决的途径 途径和方案哈是帮助他人得到呃他们所需要的你才能得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让人认同的艺术就是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哈他是说我们如何去真正的去关心别人啊那我们用最后的一个结束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哈那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这个生意中我们在做什么那就是说的生意我们通过分享信息而获得不在值收入 在这个生意当中在任何的行业当中如果你想获得成功你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沟通者优秀的沟通者是一个会说的人是一个会听的人是一个会问的人是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的人我相信大家通过在系统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沟通者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相信你们一起努力谢谢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